如果只有1%的生命值你能生存24小时吗? 哪怕是擦破皮可能都会让你小命不保 而这一切即将发生在我身上 猎人将我困住并让我喝下药水 在他们的注视下我不得不做 喝完后我的生命值只剩下半颗心而且还被锁死了 身后的玻璃下面就是无尽虚空 若不小心破坏仙人掌地面就会崩坏 猎人一脚将我踹了下去 还好我有足够的时间取出水桶 这个落点要是再偏一分米我可能都嫁喝戏去 我现在处在仙人掌迷宫里 而且还不能破坏仙人掌 不然就会掉入虚空 只能小心翼翼地在迷宫里一步一摸索 这要是不小心转脚被刺扎了一下 我依旧难逃一世 摸索了半个小时后我找到出口 接着乘坐水梯回头观望 只见沙子在水流的冲击下迅速崩坏 身后已经没有退路了 十分钟过后我来到地面 这里的许多草方块都被猎人换成了岩浆块 毫无疑问踩到它们我就会带 如果这些岩浆块堆起来又是一个迷宫了 但好在它们都在地表 脚下已经无路了我只能冒险跳过去 接着继续跳鸽子 可我突然发现自己踩到岩浆块居然没事 对了我想起来了 在岩浆块上前行是不受伤害的 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六个小时后全副玩家会强行进入决斗场 可我只有半颗心 显然绝不可能在残酷的决斗场中获胜 但如果我能在准备期间击败其他玩家 就会得到生命之奖励 我穿上橡木板吉利服 准备去闪击猎人 看得出我已经和木板融为一体 随后我走进大门 往箱子上一站 猎人没有发现我 我继续转移位置 简直是完美伪装 猎人不知道在逛什么 趁他走后我终于有机会开箱子了 赶紧把箱子搜刮一空 然后再回到原地立正站好 继续切换我的皮肤 现在我就和橡树一样了 请叫我格鲁特黑黑 接下来我将运用游击战的战术来击败猎人 趁他不备 一剑挥出再躲回原木后面 猎人挨了一闷棍开始在房间里搜查 可他根本找不到异常 当他被对我实在给一剑 然后我绕着柱子卡视野 服务器里还有蚊子 机会又来了 可我不小心把剑甩脱手了 这可不太妙啊 猎人看着手里的下戒和金剑陷入了沉思 在房间里开始踱步 我则在楼梯后面发现了隐藏箱子 里面有三瓶伤害药水 小贼一定是跑出去了 我得去外面检查检查 黑黑这不是给我机会吗 我挖掉门口的木板 然后换上发射器 里面装上伤害药水 再放上两块压力板 搞定这些重新回到树后观察 五分钟后猎人巡视归来 刚进门就一步到了天堂 服务器奖励了我一颗小红星 我还得到猎人的一堆物资 真是太棒了 我吃掉一个苹果把状态补满 在我检查背包时 发现了一颗墨影红弹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整个服务器仅此一枚 我可以利用它来得到更多的小红星黑黑 我选了一块风水宝地 然后搭建出一个交易站 接着在交易站前面布置陷阱 半个小时后我挖出一个深坑 在里面设置启动机关 用告示牌做出框架 随后铺上红色地毯 只要有人过来我就启动陷阱黑黑 我还得再做个逃生通道 防止到时候计划失败了我逃不掉 逃生隧道我足足挖了有五百米 两分半后有猎人收到宫廷里的消息 并赶来购买龙蛋 就这样我得到一个不死图腾 随后我启动陷阱 可这小子居然反应迅速无比 惹不起我总躲得起来 我赶紧钻进逃生通道开始溜之大吉 很快就逃出猎人的视野范围 我开始着手下一步计划 困住寻生守卫 利用他来帮我得到更多的心 来到深安古城 在这里我务必万分小心 就我这小体格寻生守卫一巴掌就被我拍死了 我决定先去挖一条隧道 然后去找一些用得着的战利品 竟然找到了两个附魔金苹果 这可真是太棒了 执行计划的最后一步 将寻生守卫召唤出来 并将他一步步引向我坐到牢笼里 可这家伙跑得是真不慢了 我就回头等了他两秒 突然不死图腾就出发 这一下真是让我吓得魂飞天外 我不敢再答应了 三分钟后寻生守卫被我吸引到牢笼里 牢笼上方就是猎人的基地 只要他踩到陷阱就能去下面体验二人世界 刚好猎人不在家 这倒省得我还去准备材料 我开始着手布置起陷阱 先是将下面挖掉 然后四周都布置上红石和中继器 接着再铺上压力板 只要有人站在上面就会直接掉下去 最后再将四周都封上 然后将下面打通连接到寻生守卫所在的地牢里 半个小时后猎人回来了 他虽然感到家里不一样 但就是不知道哪里不一样 想不明白就不用想了哈哈 很快他就下去和寻生守卫过起了蜜月 随后两人展开了一番深入友好的交流 交流结束 我得到一颗新的奖励 不过这样做陷阱恢复生命值太慢了 绝无希望在决斗场获胜 我必须加快脚步 还记得猎人有一些恢复生命值的人生 或许我可以潜伏进去借点小红星 就是这栋房子了 里面有这么多猎人 透过窗户发现这里面果然有人生 我将用画木板皮肤来潜伏进去 站在墙角我俨然和周围融为一体 猎人走近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 我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 一步一步地靠近人生 看样子他应该是没发现我 我掏出铁剑 靠近第一位人生果 三剑就将他带走 见猎人没有动静 我继续行动 带走第二位人生果 迅速回到原位 猎人似乎发现不对劲了 他们开始在房间里搜查可疑人员 还好都没注意到我 悄悄绕到史蒂夫这里 给他来一手偷天换日 我藏进史蒂夫的身体里 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好吧 可要是他们现在打人生果 我就不免要陪葬了 希望我不会这么倒霉 这里终究还是危险 我决定挖墙溜出去 然后再把墙埔上坐到天衣无缝 一扭头我发现身边有个箱子 不但有大量TNT还有八个金苹果哈哈 真是天助我眼 猎人这是摆秘一书啊 当我走到河边时 突然我的眼前一闪 再次睁眼已经到了决斗场之中 四位猎人见到我直接一拥而上 我能做的就只有吃下金苹果 然后四处逃窜吗 不不不 我要回头反击 可巨大的装备猎势和人数差距 很快就让我看清了现实 只好继续吃金苹果 然后再伺机反打 不过这次我学聪明了 我开始找一对一的机会 突然我想起了自己拿走的那些TNT 或许我可以用他们来击败猎人啊 等猎人靠近时我就回头引爆 刚才这一击炸到一人 他的状态一定不是很好 此后我就一直追着他出剑 很快就将他击败 终于解决掉一个了 我继续吃下金苹果 然后布置TNT矿车 第一件被猎人挡下 第二件成功拧爆 再次送走一人 现在只剩下两人了 我的压力小了很多 但还是不能掉里轻心 双方补充一波状态 开始了又一轮的交锋 正面对抗我依旧不是对手 只能不断用TNT矿车消耗他们的状态 他们现在已然有了防备 我对付起来更加费劲了 抓住猎人的破绽 我迅速一箭爆破 只剩下最后一位猎人了 很快我就将他也击败 真不敢想象一天前 我还在生死的边缘挣扎 人生就是这样 山虫水负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进游戏我就做起了自由落体运动 看来今天又是被猎人支配的一天 我失去地丢掉盔甲和用不到的东西 猎人这次为了看紧我 特地在这建了个基地 要是谁不小心朝我设一箭 我就当场计了 看到背包里的小船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脱困的点子 我将小船放置好 正打算一个箭步冲上去 可猎人却眼疾手快把船拆了 这就有点难受了呀 他还杀人猪心地把小船留在原地 突然一只蜘蛛落在我身上 一定是哪个猎人恶狗 还好蜘蛛已经摔死了 看了眼背包 还差一根细线就能造掉鱼竿了 我将背包里的蜘蛛网打掉 现在我就可以制作掉鱼竿了 这可是钓鱼老必备的平民神器 我可以重新把小船拿回来了 先将鱼钩挂在小船上 只有一次机会 我得万分小心 在我跳到最高点时奋力一拉 小船就这样没了 可惜了 就差一点 发现一只苦力爬 我赶紧做出打火石 这可是纯天然TNT啊 我将苦力爬拽过来 接着直接点燃它 两秒后它炸掉了周围的材料 我得想办法拿到原木 继续使用钓鱼老传统异能 就差最后一转了 这次我可不能失误 跳起来一拉 还是只差一点了 看来这个距离是猎人计算好的 我一抬头发现有猎人在二楼 或许我可以将它拖下来 趁它不被我迅速甩干将鱼钩挂上 然后用力一拉 差一点就成功了 猎人被这一下显然吓得不轻 急匆匆就走开了 周围的房间里没有猎人吗 我感到既开心又无助 等等那不是猎人的宠物佩奇吗 他们还是摆命一输啊 我用钓鱼竿将它一点一点地拉过来 好在它非常老实不乱走动 将它拽到边缘后 我深吸一口气 接着一个立定跳远在空中 骑到它的身上 感谢佩奇 没想到你这么有目 发现猎人要过来了 我闪身躲到房间角落里 好在他们只是路过这里 并没有多坐停留 兄弟们 雷级不见了 我赶紧从猎人来的地方溜出去 又有猎人要过来了 我只能继续狗在角落里 等它走后我转移位置继续狗 猎人都稍微安定下来后 我打算悄悄溜走 突然身后有人拍了我一下 我吓得把腿就跑 可猎人的楼梯又臭又长 一路上我一直挨打 还好出来就是矿道 希望我能在这里甩掉它们 一看到箱子我就走不动了 把免费物品全部收下 继续逃亡 看到前面有个深坑 我赶紧深吸一口气跳过去 但还是没能甩掉猎人 只能再找机会了 可当我跑下楼梯之后 前面的路被猎人封死了 我更是不小心掉进了 他们提前布置好的陷阱 既然你喜欢新监狱 那就待在这里吧哈哈 开什么玩笑 让你住监狱试试 箱子和工作台我都够不着啊 一抬头发现还有惊喜在等着我 好在我有附魔金苹果 我吃下金苹果瞬间感觉能量爆炮 还有五分钟的炕火能力 不知道岩浆顶部有没有出口呢 我沿着岩浆逆流而上来到最顶部 发现这里已经被堵死了 只能去下面找办法了 背包里也没有方块了 就是有也得要九个方块才能给它堵上 炕火能力还有三分钟 嘿嘿 那个墨影人手里有泥土块 真是天助我也 我将它引到面前 接着开始帮它修脚丫 足足修了十下才把它送走 掉落了一个泥土块保底 要是有墨影珍珠我就能直接出去吧 我将泥土块收入囊中 接着用手挖掉一块石头 然后放入泥土再栽上树苗 将骨头全部制作成骨粉 炕火能力还有不到一分钟 我直接将骨粉缩哈 58团骨粉下去瞬间还我一棵参天大树 我挖掉两块原木接着用掉鱼杆收回 还有20秒的时间 我做出工作台 然后做出木棒 最后是制作钻石稿 还有最后十秒钟 估计我得受点伤了 我不其然 在挖掉黑钥石的一瞬间 抗火能力消失了 还好最后是有惊无险 原来这里可以直接直通猎人基地 趁他们不在家 我得借点东西拥有 与此同时猎人们视察监狱时 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他们立马就猜到我又逃出来了 听到猎人的说话声 我赶紧往外面跑去 当逃到地面就发现猎人在我身后 随后又是一场紧张刺激的丛林追逐战 不过猎人们都是全副武装 我赤手空拳就只有挨打的份 追了一天一夜来到沙漠 灵活走位躲掉了猎人的弓箭 却没躲掉沙漠里的陷阱 TNT一被激活 我赶紧垫上沙子以求缓冲 爆炸响起后 我直接飞上天空和月亮肩并肩 还好像落实我被玻璃快接住了 猎人也看傻了 这小子怎么运气这么好 让我看看怎么逃跑 猎人他们在看什么 我顺着视线看过去 原来是我头上有蝙蝠 越来越多的蝙蝠来了 他们疯狂往我身上撒毒药 在我还生半个血时他们离开了 我本以为猎人要放过我了 结果他们又开始往我这射箭 还比赛看谁能射中我 情况非常危机 随着猎人射箭的次数越多 箭矢离我也越来越近了 甚至还有从我耳朵边擦过去的 我得给自己找条活路 先是放置工作台 接着将沙子全部做成沙石块 总共做出46块沙石 我开始往海边搭桥 猎人发现了我的企图 开始布置起了吸水工程 好家伙 因为当时要是有海绵 直接就给海水吸干了 看看是我的方块多还是你们的海绵多 好吧 是我低估你们的实力了 不仅如此 另一边的海洋也被他们隔离出无水地带 天快要黑了 到时候这里可能要刷怪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在我观察猎人时 我亲爱的墨影人出现了 我得超度他拿到墨影射粒子 暴率是真的高 但你还不如不暴呢 这笔杀了我还难受啊 天已经完全黑了 猎人早已离开 我没有放弃继续观察下面 忽然我发现了猪猪乔治 这才是最后的机会啊 我拿上马鞍 做了一个深呼吸后跳下去 绝境能激发潜力 我以惊人的手速完成了极限操作 趁着猎人不在 我得去他们基地做点手脚 基地没有发现猎人 他们应该再挖矿吧 不管了 我要开始搜集箱子了 接着召唤出机哥 并用拴绳将他们拴上 然后再拴到木栅栏上 想要做出能困住人的陷阱 还需要一些木船 这些木船会卡在机哥身上 一旦坐上去就下不来了 还得在上面买点TNT 来到上面挖出通道 这个高度就差不多了 先是铺好一个平台 接着将TNT布置好 不需要很多 能炸穿这里就行了 用石头将TNT掩盖好 再放上一个按钮 最关键的是把猎人引到这里 十分钟后猎人从外面挖矿回来 一看到我在这他们傻眼了 我转身就跑 并把猎人引到陷阱这里 再快速按下按钮 接着向里面跑去回头封死 猎人听到了TNT激活的声音 但是已经晚了 他们全都掉进陷阱里动弹不躲 有些小船支撑不住便掉入虚空 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世其身